而这段时间大家都不能离开城主府 还请大家配合 众人闻言沉默片刻 但还是纷纷应事 见此 齐杰便收回屏障 一拍手有着十余位侍女从外面走了进来 这些侍女各个长相妖娆绝艳 一举一动间充满着魅惑之感 火辣的身材更是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如波涛汹涌盘 就算是这些见多识广的大师们 当看到这些美人也都一不开眼来 齐杰说道 这些侍女会带大家前往住所 这七天他们也会听从各位调遣 当然 要是之后想要带走都可以 此话众人自然明白 这是齐杰送给他们的玩物 小齐儿倒是有些不满了 他很不喜欢别人将女子当作玩物 但这不是他的地盘 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望向方尘 见对方也直勾勾地盯着那些侍女 更是心生不满 男人都一个样 他传音给两个侍女吐槽道 两个侍女这一次倒是十分负荷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方尘之所以一直盯着这些侍女 是感到有古怪的异样感 但要说有什么古怪 他又说不出来 多谢城主 此时其他人纷纷拱手答谢 领着一位位侍女离去 更有人还未离开太远 便已经开始动手动脚起来 而那些侍女丝毫没有阻挠的意思 甚至被当众扯掉衣服 也是神色自若 就好像走光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什么丢人之事 方尘见此 也知道继续看 也看不出什么来 于是也对齐杰拱手告辞 又对小秦儿道 秦儿道友 我也要下去休息了 告辞 小秦儿见方尘着急离开 以为他也和其他男人一样 哼了一声 男人果然都是一个样 方尘知道小秦儿误会了 但也没有过多解释 拿回自己的灵纸 并将对方的还回去后 就跟着一位侍女直接离去 小秦儿盯着方尘离去的背影 督着嘴传音给两位侍女 男人都是一群 管不住下半身的家伙 侍女闻言道 小姐都是对方的通房丫鬟了 又何必在意这些 小秦儿的脸蛋 刷得一下又红了 不准再提此事 他羞怒道 好一会儿后才平复情绪 也跟着一位侍女离去 齐杰望着众人离去 笑而不语 方尘跟在侍女的身后 目光一直锁定着她 她自然不是真的 惊虫上脑看中对方 而是在看刚刚的异样感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侍女始终带着一抹甜甜的笑容 加上她那算得上不错的容貌 很让人心动 可方尘发现 她的双瞳却是毫无情感 宛如傀儡 很快他们就来到一处府院当中 这里不仅有一座豪华的寺院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庭院 方尘随手一挥 郑琪落在院落四处 化作一个简易的隔绝阵法 对此侍女并未阻止 而是带领方尘来到院中一处房间 公子 这里便是您的房间 侍女恭敬道 方尘道 嗯 一起进去吧 她率先进入其中 侍女对此并不意外 甚至还带有几分期待也走了进去 并很懂事地将门给关上 关上门后 房中幽暗 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顿时气氛显得格外暧昧 奴婢侍奉公子吧 侍女率先开口 方尘神魔灵眼展开 却是眉头一皱 明明眼前侍女十分古怪 但其身上似乎有着什么可以隔绝之物 就连她的神魔灵眼 竟然也无法看透 听到侍女的话 方尘微微一笑道 把衣物脱了 侍女文言点头 乖乖照做 很快侍女衣服便脱得一干二净 赤裸着雪白娇躯 站在方尘面前 但对于一个身材几乎完美的女子 方尘并没有任何的欲望 她神魔灵眼再开 果然 这次发现了端倪 好了 可以穿上了 方尘闭上眼睛道 还一脸魅意等待采摘的侍女一愣 有些不敢置信 她愣愣地望着方尘下方 面露狐疑之色 难道眼前之人 感受到对方异样的目光 方尘脸色顿时一黑 你那是什么表情 以为我是快男 去问问林雪岩 当年大战三天三夜 我可丝毫不虚 当然她这话是不可能说出来 更是懒得解释 只是在道 穿上衣服 不然就死在这里 侍女郊躯一颤 不敢再有任何停留 立马抱起衣服 化作一道风景线 离开了房间 望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方尘神色中 闪过一抹异样 有点意思 这居然不是人 而是个傀儡 她暗暗说道 之前在外 她就察觉到 这些侍女有些不对劲 少了几分生机 像是炼制的傀儡 不过 他们身穿的衣物 似乎有着迷惑他人的功效 所以方尘无法看出端倪来 而当衣物脱掉 再用神魔灵眼一看 果不其然 这些看似美人的玩物 并非生人 而是精血炼制的傀儡 如此精致的傀儡 方尘还是第一次见到 就算他有神魔灵眼 竟然差点也被隐瞒过去 而如此精致的傀儡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此 并且还用来作为玩物 这实在是有些诡异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奇节如此做 只怕没有什么善意 至少能够肯定的一点是 对方想要用这玩物 来监视他们 还真是够警惕的 方尘心中暗道 不过现在 他也只能随机应变 毕竟对方手中有他想要的 而且实力还在领海三重进 这可不是如今的他所能够对抗 不过好在还有七天 足够我准备后面的一切手段 方尘暗道 随即将房门关闭 并且设下禁止 第二天 众侍女纷纷来见奇节 其子其弱幸也在 这些侍女有的完好无损 也有的鼻青脸肿 甚至是身上满是伤痕 这些都是他们昨晚的战况 而对于他们的惨状 奇节毫不在意 听完他们的禀告之后 眉头紧锁 十三人 居然有五人为中招 那小琴儿和向修就罢了 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外一个女子都很正常 但剩下三人 居然对我的媚傀儡毫不动心 倒是够谨慎的 沉默片刻 他又道 除了向修林海敬一重 其他人皆是林海敬下 倒是不足为惧 不过还是要警惕几分为妙 他对奇弱幸道 过几天待他警惕心下来 你去试探一二 看看他是不是看出了什么 尽管这根本不可能 但还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对于自身实力 他还是充满着自信 但此事关乎重大 还是要谨慎些 是 奇弱幸点头 随即含笑道 父亲此事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 能够投入真主的怀抱当中 啪 但他这话 却是换来奇杰的一巴掌 直接将他扇飞出去 奇弱幸栽倒在地 嘴角溢血 脸也微微肿胀 见自己儿子伤得如此严重 奇杰并没有任何担忧后悔之色 他怒到我已经说过了 在这里就不能说出真主二字 特别是现在特殊时期 一旦暴露 你可知后果有多严重 不仅你又要死 整个家族也会被灭 而且还是诸九族的下场 你是要让奇家 彻底从这片大陆消失吗 奇弱幸连忙跪倒在地 不断说道 父亲 我错了 只是想到 准备了那么久 终于要完成了 难免有些激动了 奇杰道 记住 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保证万无一失 是 儿子记住了 奇弱幸连连点头 奇杰这才恢复平静 宇文道那边如何了 他们已经得到消息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奇弱幸自信满满地说道 奇杰这才露出满意之色 很好 等此事办妥 我就能够踏入灵海中气境 更是能 一想到真主的许诺 他就十分激动 怨落府邸 方尘盘坐在房中 夏琳也被他放了出来 此刻正和闻宝灵 不断闻着外面的味道 确认万年马神星所在的位置 有这两位的存在 锁定位置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当然 方尘并没有打算偷取 想从一位灵海进三重大能中 偷取法宝 简直是难如登天 他只是想让夏琳确认好位置 好应对之后 可能发生了一变 傀儡侍女让他意识 这奇节只怕是十分不简单 万年马神星能否顺利拿下 还很难说 公子 已经确定好了万年马神星的位置了 另外两件宝物的位置 也已经锁定 夏琳在落天玉时便已踏入宗师境 只不过 他的天地异象并不突出 所以 也并未被太多人所注意 但踏入宗师之后 他的文之一道 也越发之强 配合文宝灵 那更是百里内的宝物 基本都无法逃过他们的鼻子 当然 如果是被完全封闭的话 那夏琳和文宝灵也毫无办法 方尘问 之前那奇节有没有说谎 夏琳闻言摇头 他的味道很平稳 并未有任何异常 不过 对方修为灵海三重 或许我道行还不够深 闻不出情绪来 也很正常 方尘点头 此话不假 看来想通过夏琳去探听消息 只怕是醉不到了 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在外面有夏琳在 他这一路 可谓是如履平地 有任何异常 都能第一个发现 但这才刚刚到天南狱 夏琳的鼻子就几乎失笑 只能说天南狱卧虎藏龙 哎 要是凯言老狗在的话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以凯言天尊的实力 何须如此麻烦 感觉到有异常 直接动手抢便是 还需要一步步去探 不过他也并不是太过担心 既然察觉到异常 那就将后手准备好 就算真有危险 他也能够瞬间逃离 加上他那些防不胜防的 保命手段 想让他死 可没有那么容易 还有几天 想太多也无用 不如抓紧时间再修炼一下 上次的天地恩泽 还有诸多在体内 并未完全炼化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炼化一番 之前的天地恩泽 让方尘实力大涨 但这个能与掌天灵相比的恩泽 自然不仅仅如此 其中最大的好处是气韵的提升 尽管气韵虚无缥缈 但实力越强越重视这一点 就能看出此重要性 传闻气韵达到一定地步 对气韵子动杀心的话 就会遭受天谴 莫名其妙 就被天道所诛 当然 这也只是传言 无尽的历史中 还从未有人能够达到这境界 除了气韵之外 便是实力的提升 但就算是当时破神力踏入天体 体内的能量依旧没有完全炼化 而是在不停地滋润着肉身 让它的实力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 不过实力提升太快 也有让人困扰的事情 上次的天地恩泽实力提升过快 尽管神魔剑道相继提升 但神魔残片 也隐隐有跟不上节奏的征兆 一旦将神魔残片修炼至六层圆满 并找不到最后三层 那方尘将会无主功法修炼 到时再提升神魔剑体 将会再度遭到反噬 到那时 方尘还想将两道融合为一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最近 以融翘为主 好在之前的资源还剩下很多 应该还能再融合几个倒翘 还有低语剑法 也需要提升上来 此108低语剑千变万化 适合远程攻击 这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乃是短处 之前遭受的对手 尽管境界较高 但实力一般 这才没有发现 我都不足 但这里可是天难遇 如果遇到真正的强敌 只怕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想到这 他盘坐在地 开始短暂地修炼 低语剑法 多变多样多形 分则千变万化 合则巨剑一盏 威力极强 但此剑法在于精 在于控制着每一把低语剑 就像是每一把剑都在手中 可任由自己挥舞 他念动低语剑法口诀 感悟此剑法精髓 修炼的同时 他还在不断练化和原足精血 用于合窍 这一练便是六天 防中108低语剑 漫天飞舞 配合着方尘强悍的精神力 可谓是千变万化 防不胜防 而这短短几天时间 凭借着惊人双神摩天道骨的强悍悟性 成功将低语剑法法 修炼至第三重境界 为此他还领悟到了一招新的神通 只见108低语剑 化作剑阵从事四面八方向着重去 可在虚空当中突然消失不见 还不知何时 天地之间却是突然有落叶出现 这些落叶十分普通 并无任何特殊之处 他们向着桌子飘去 当有落叶碰到桌面时 却是直接穿了过去 就好像是虚无般 直到所有落叶都落在地上 桌子依旧完好无损 可当方尘走过去轻轻一碰时 整张桌子沙拉拉地掉落在地 竟然已经化作了粉末 方尘对此很是满意 此招并只能变化成落叶 可以根据方尘的精神念力 而千变万化 而且此招还是在收纳剑气的情况下 他人不仔细观察 是十分难发现端倪来 说是杀人于无形也不为过 方尘微微一笑 这也算是多了一种保命手段 再配合精神剑海 足以做到杀人于无形 不过容翘就慢了很多 灵雪都要用光了 居然才到30个翘 等到合一一翘 这得是猴年马月 有得多少资源 方尘头疼不已 神魔剑体尽管强大 但也同样难修 看来解决此事之后 得尽快去找冰儿雪儿 去找神魔天尊的机缘之地 方尘暗道 而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侍女的声音 公子 其若姓少爷求见 其杰之子 他来坐身 方尘眉头一皱 难道对方怀疑自己发现了什么 如此的话那还得见上一面 否则只怕会加深对方的怀疑 请他到厅中一叙 是 他将低语剑尽数收起 离开房间来到大厅 很快其若姓便道 含笑拱手 见过方大师 方尘回礼 其少爷无须客气 还请入座 敏儿 上茶 这敏儿便是照顾方尘的傀儡侍女 是 他乖巧硬末 随即切茶 二人先客套一番 其若姓这才问道 不知方道友在此住着 还是否满意 方尘点头 很是满意 城主府的招待也很周到 其若姓闻言一笑 如此就好 不过 他忘了一言名 问道 不知 是这侍女让道友不满意 如果不满意的话 我可以换其他侍女过来服侍 方尘闻言却是摇头道 多谢公子好意 不过 我有自己的原因 至于这个原因 哎 不好说出来 其若姓见方尘 一副难言之隐的样子 心中疑惑不已 不过他也不好再继续问下去 于是说道 原来如此 在下明白了 如果方道友 还有其他什么需要 尽管提 还有 明日晚集合 方道友 还请做好准备 明白 方尘点头 二人又聊了一些其他的 其若姓有意无意打探方尘的身份 但方尘只是表示自己从下狱而来 便再无其他的了 尽管方尘在九州 有着十分惊艳的表现 但两狱之间宛如断层 当年仁皇殿 尽管有派人前往 得知方尘拥有世界术 但大到万千 一到一数 大到世界术 说是无数也不为过 在天南狱算得上是质保 但也没有到 让他们回归天南狱 便大肆宣传的地步 当然 这得建立在 他们不知此为 轮回世界术的前提下 如果他们知道的话 就不会这般的淡定了 见无法套出方尘更多的话 其若姓也不再继续纠 选择离去 方尘送他出府 回到房间之后 他本想做些善后的事情 侍女敏儿 却是再次来报 公子 秦儿小姐前来拜访 小秦儿 他来做甚 尽管期间明令 不得离开城主府 但并未让他们 不能相见交流 之前便有数人 想见方尘 这位破咒师 不过却是被他 以闭关修炼为由给拒绝了 不过 小秦儿如此年轻 便已是六品炼丹师 必定身份不简单 倒是可以结交一二 接下来的住气 只怕也不会简单 多一位同盟 也总比多一位敌人要强 想到这 他道 请道友到厅中一叙 是 侍女应默 方尘也再次来到厅中 很快小秦儿也过来了 那两位护卫侍女依旧在 方尘含笑拱手 见过道友 请坐 小秦儿坐一回礼 道 听闻方道友一直都在闭关 本来还以为见不到道友 没想到道友刚好出关 方尘见其动作 心中一动 但表面依旧笑容满面 刚刚出关不久 听闻道友前来 岂还能继续闭关下去 自然是立马停下 修炼出来相迎 小秦儿无嘴一笑 但之前被你拒绝的人呢 方尘道 那些人岂能和道友相提并论 你倒是有嘴滑舌 如果不是看到齐公子去见你 我还真信了你的鬼话 方尘道 道友说笑了 我只是如实禀告罢了 随即他问道 不知道有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小秦儿道 确实有事 不过是住气之后 我有一秘境 也需要破咒诗 要是道友愿意的话 等此事结束之后 一同前往探索 方尘心中一动 问 不知是哪里 这 小秦儿 望向上查的是女敏儿 方尘自然明白 对侍女道 你先退下 敏儿很是乖巧地点头应诺 是 小秦儿也对身后的两位护卫侍侍女道 你们也出去守着 是 两位护卫侍侍女应诺 站在门外静静守护 他们出去后 方尘手一挥 开启厅中的隔绝阵法 外面的傀儡侍女 见此也只能干瞪眼 毫无办法 方尘道 道友可以说了 现在不会有人 能窃听你我谈话 小秦儿道 方道友 其实我刚刚所说 只是为了让那成主府的侍女离去而已 并没有什么机缘之地 方尘闻言并不意外 但还是露出惊讶神色 哦 为何如此 小秦儿小心翼翼地说道 因为我感觉这成主府 有些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 方尘问 小秦儿盯着方尘道 难道方小友没有发现 那些侍女很不对劲 方尘却是故作疑惑 摇头道 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了 他又问 难道你发现了什么不对劲吗 小秦儿摇头 暂时没有 但就感觉有点异常 那其成主也是 心中感到有些不安 我听人说 你对这些侍女 好像没有任何兴趣 我还以为你也发现了什么问题 这才来找你 这个啊 方尘无奈 犹豫了许久这才说道 也不怕道友笑话 其实不是我不想 是不敢 其实我有一妻 她乃是一家族小姐 而我是入赘之序 我那妻子十分霸道 实力也比我要强 同时脾气也爆 说到这里 她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说道 也不怕你笑话 我之前确实动心 但一想到那母老虎 哎 小秦儿错愕地望着方尘 片刻后扑斥一笑 没想到道友居然俱内 方尘尴尬地挠了挠头 小秦儿道 道友真没有发现异常 方尘摇头道 能有什么异常 如果道友真发现了什么 可以直接和我说 不过我觉得 其成主为人和善 倒不像是会动什么阴险手段之人 况且 此次聚集的 可是个行大能 不少背后都有强大的势力 其成主尽管是四级成之主 但也没有这个胆子 敢乱来吧 见方尘如此诚恳 小秦儿也就相信了 估计是我多虑了吧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打扰了 今日之事 你就当作我没有来过 明日相见 我也不会再提及此事了 小秦儿道 好的 方尘点头 随即小秦儿也就不再多留 离开方尘的府邸 方尘也是相送 对方离开 这才再度回到了房间当中 而回到房间后 方尘暗暗庆幸 够谨慎的 当小秦儿坐一行李时 方尘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小秦儿之前行李 都是拱手领 并非女子的坐一领 很明显 这是对方假冒的身份 目的自然就是为了试探自己 而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 不管是夏琳 还是他的神魔灵眼 竟然都看不穿对方的衣容 那必定是傀儡 方尘能够肯定 随即嘴角微微上扬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如果能够掌握此门傀儡之法 那岂不是转大发了 如方尘所猜 当小秦儿和两位侍女走出去后 在穿过一条长廊后 周身如同沙里般的流动 很快变化成一位侍女 而在长廊有一处亭子 齐若信正在那里悠闲地喝着茶 怎么样 齐若信问道 侍女回答 并未发现问题 他将方尘的话一一述说 当听到对方剧内时 他面露古怪之色 随即嘲笑 原来是个有色心没色胆的家伙 父亲高看他了 不过 既然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好 都退下吧 是 众侍女应若退下 看来此人不足为惧 还是回去告知父亲吧 他喝完最后一杯酒后 也不再逗留 第七天 夜 今日正值寒冬 此刻外面已是白雪挨挨 大地盖上一层雪衣 当然 这点含义对于修方尘词等 修事来说跟没有一样 当他来到大厅时 众人已经尽数抵达 并且互相攀谈 小秦儿自然也在 不过他并没有掺和进众人的圈中 对于他人的搭讪 也是不冷不热 见此一幕 也就没有人上前自讨没趣 不过当看到方尘时 他却是眼前一亮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何如此 或许是因为对方和自己父亲一样 同为破咒师 这才让他感到莫名的亲切 他挥手喊道 方道友 方尘也是注意到了对方 拱手回礼 秦儿道友 许久未见 小秦儿含笑道 确实 好久不见 也不知这七天方小有过的舒不舒服 那侍女服侍的你舒不舒服 他瞥了方尘身后敏儿一眼 方尘文言 只是微微点头 还过得不错吧 至于有没有上侍女 他就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心中越发肯定 昨日的不是真正小秦儿 尽管二者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要是昨日的小秦儿 绝对不会说出这般话来 听方尘这般说 小秦儿也没有之前那般暗暗骂着了 他和方尘也就是萍水相逢 之前不满 也只是因为他人将女子当作商品的不满而已 但他也明白 没有实力和身份的女子就是如此 或者是说 没有实力地位的人都是如此 甚至男子会更加凄惨 因为长得俊美 被一些有龙阳之好的大能虐死 也是时常能够知道的 就在二人还会说上几句 奇节和奇弱性从听后走了出来 见众人已经齐聚 奇节寒笑道 不知各位这几天过得还可以吗 自然可以 多谢其城主的招待 多谢城主 众人纷纷开口答谢 更有人言 其城主 这个丫鬟就送给我 可以不 其城主 这丫鬟我也要了 奇节寒笑道 各位尽管带走 我已经说过了 只要大家喜欢 尽管带走即可 谢城主 那些人大喜不已 纷纷答谢 奇节道 好了诸位 接下来就是正事了 炼气师向修问 不知其城主要在什么地方 炼制磁宝 奇节答 磁宝较为特殊 也有些危险 所以不能在城中炼制 我已经选好了位置 就在城外700里外的天东山内 天东山 向修点头 那里确实不错 四处环山 宛如一个天然形成的炼炉 是个炼气的好地方 在外面的话 会不会有危险 毕竟炼制制宝 很容易会引来其他势力的窥视 有人担忧到 灵海三重在天南域算不得什么 四处城也是有许多 要真被他人盯上 还真的很麻烦 奇节自信道 各位放心 此次城主府的修士都会前去 只要有人前来 必定能够发现 山中也已经布置了好几层阵法 就算是灵海近中期 去了没有一两个时辰 也别想攻破 就算强敌上门 里面也布置了传送阵 随时都能够传送离开 奇节为了此次住气 可谓做足了准备 听到如此的布置 众人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既然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出发吧 奇节道 众人自然没有意见 正准备出发时 方尘却是开口问道 奇城主 不知我们此次的酬劳 是否有戴上 此话立马点醒众人 向修也站了出来 问道 奇城主 出发之前 能否让我们再看那三件宝物一眼 如此我等也更有动力 奇节文言微微一笑 道 就算两位道友不说 我也会给诸位看的 说完他手一挥 三个锦盒再度出现并打开 万年马神星三剑至宝 依旧躺在河中 还是和之前一样 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众人见此也是心中微微一安 看得出奇节的诚意 想必也不会更是不敢诃骗他们 公子 不是之前那股味道 但是 夏琳却是看出了端倪 方尘神魔灵眼已经展开 仔细端向着 但他震惊地发现 就算是他也 无法看出此物真假 了得 这让他忍不住再次感慨 此傀儡之道的强悍 居然连宝物都能够造假如此之强 而对于对方的假冒 方尘并不恼怒 反而是嘴角微微上扬 这么说 还是在之前的位置吗 方尘问 是的 夏琳点头 方尘闻言 心中冷笑不已 正好如了他的意 既然在原来的位置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而且我还要看看 你要做善 对方如此做 很明显 是不打算履行诺言 那他也就不用讲什么信誉了 同时他也很好奇 对方到底要做什么 毕竟这里的 可是百城周边 声望最高的大师 一旦得罪这些大师 接下来只怕是很难混下去 到底是什么至宝 居然让其如此地破釜沉舟 很快 齐杰将宝物重新收回 诸位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众人摇头 只要宝物 在那就没有问题 既然如此 那便出发吧 众人没有意义 纷纷跟着齐杰 离开了城主府 方尘跟在最后 当他踏空而行的刹那 脚底光芒闪烁 像是蓄力顿空 只是没有人注意到 他的脚底 有一缕光芒 顿入地底当中 瞬间消失不见 那正是文宝灵 被方尘留在了城主府内 而目的自然是为了 真正的万年马神星 此刻城主府并没有强者 正是最佳时机 恐怕齐杰以为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 放在城主府 必定没有人能想到 却没想到 方尘身上 竟然有文宝石卫的存在 夜色撩人 大雪纷飞 出城时 四周显得格外安静 并无太多人 似乎连修士也畏惧飞雪 躲在城中 方尘他们离去 并未引起他人注意 避免被人盯上 路上他们的速度 倒是不快不慢 也无人说话 尽管大家神色平静 不过却是时刻注意四周 齐杰如此大张旗鼓 必定会引起其他势力的注意 说 没有人动心 是绝无可能 不过 不知是他们 离开得足够隐秘 还是说 齐杰确实是做足了准备 这一路上 他们并未遇到一个敌人 倒是在雪中 看到几滴血液 给白色的世界 多加几分颜色 说明此路并不平静 暗潮汹涌 方尘倒是平静 他望向同样淡然的小琴儿 传音问道 琴儿道有 不知 你对天南欲 乃至外欲有多少了解 既然对方是假扮着小琴儿来的 那就说明 小琴儿并非对方的人 否则的话 来的 就是真的小琴儿 何须假冒 小琴儿微微一愣 疑惑地望着方尘 但还是传音回答 我出生在天南欲 对于整个大欲 乃至人静周边百足皆熟悉 方尘听到这般回答 再道 那请问一下 天南欲中 有傀儡之道十分强的势力 或者家族吗 傀儡之道 小琴儿心中疑惑 但还是回答道 道是有 天南欲内唯有一曹家 此族乃是二级世家 他们的傀儡之道十分霸道 擅长强攻 方尘问 伪装之道如何 小琴儿道 他们主要是强攻 并不需要伪装之法 方尘闻言沉默 那就不是这曹家了 还有其他家吗 擅长伪装一道的傀儡之法 是那种可以骗过灵海靖大能的 他传音问 这伪装一道的傀儡之法 势力倒是有 不过能够骗过灵海靖的 却是一个都没有 就算是有 估计也是镇殿之宝 小琴儿答 方尘沉默 看来不是 不过 倒是有一族 十分擅长傀儡之道 甚至可以说 整个种族都擅长傀儡一道 小琴儿突然传音道 方尘心中一动 谁 金魁族 此族几乎全族人皆是修炼傀儡一道 一些大能炼制出来的傀儡 甚至能够骗得过灵海靖大能的眼睛 实力如何 不是鼎域的种族 比我们要弱上一个档次 我们算得上是 鼎域之下的顶尖种族 而他们只能算是顶尖之下的一级种族而已 此族也和我们人族不对付 毕竟人族登顶靠得太近 他们的气韵就会被我们夺取 想要争顶最少也要数万年的时间 小琴儿如实传音 方尘双眼微微一眯 只怕就是此族了 只是对方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小琴儿好奇地问道 你为什么问这些 方尘并未回答 而是说道 等练气的时候 道友就会明白了 现在我也不好说 毕竟只是在我的猜测中而已 小琴儿见方尘不答 心中略有些不满 正想要说些什么时 方尘却再度传音 不过道友 接下来还请万分小心 接下来的炼气 只怕是不会太平 小琴儿一正 见方尘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也开始思索起来 是哪里有问题 一路上他们并未遇到什么危险 平安地抵达天东山 这里 已经被其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住 甚至方尘 还感觉到 有两道领海精大能的存在 很明显 其家并非只有 其界一位领海精大能而已 成竹 一位老者从山内而出 此人白发飘飘 倒有几分先锋道骨 而此人名为齐天行 乃其家大长老 领海二重进墙者 齐杰缓缓点头 问 情况如何 齐天行禀告道 有一些萧小之辈 不过看样子 应该是各方势力派来的炮灰 我也对他们进行过搜魂 不过他们 连雇主都不知是谁 于是就都杀了 齐杰点头 看来那些混蛋 是不想我那么轻松得逞了 那就看看 谁能够笑到最后 说到最后 他的神色阴沉至极 突然 远处一道狂笑声响起 众人望去 震惊地发现 远处竟然有着数不尽的乌鸦飞来 那道古怪的笑声 就是从那些乌鸦中传来的 齐天行脸色大变 喝道 嫡媳 沈家众人纷纷戒备地望去 如灵大敌 齐杰见到这群乌鸦 神色冷淡 白手道 都退下 这是乌罗老友 乌罗 向修脸色微微一变 道 这位不是在必死关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此 其他人也纷纷脸色大变 似乎十分恐惧 这位叫乌罗的 方臣眉头微皱 他出来天南狱不久 自然不知这好人物 一旁的小琴儿 看出方臣的疑惑 介绍道 这位乌罗修的是乌鸦一道 乌鸦属贤 当年他为正道杀妻世子 甚至父母都不放过 以此踏入灵海境 踏入灵海境后 他杀性更大 死在他手中之人 不计其数 若非有灵海中期大能出面 他的杀戮压根不会停 方臣闻言眉头紧锁 又是个难缠的对手 很快乌鸦到了境前 只见在一阵天玄地转间 一位红黑发 长相猙獰的漆黑老者 从中走了出来 正是乌罗 他盯着齐杰 宁笑道 齐道友 好久不见 齐杰盯着他 冷冷道 乌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乌罗哈哈一笑 道 听闻齐道友想要住至宝 到时只怕会被一些人给盯上 我来此自然是要为齐道友护法 护法 齐杰冷笑 只怕盯上他宝物的人就在眼前 当然 他自然不会直接说出来 而是含笑道 如此就多谢乌道友 这外围就靠道友守护了 乌罗却是摇头说道 齐道友说笑了 最危险的地方自然是在最重要的地方 我自然要在核心区域保护道友 齐杰道 此话差异 内部 我已经做好了十足准备 就无需麻烦道友了 他自然不会让乌罗进去 乌罗闻言 脸色瞬间冰冷 道友 你确定 尽管 你齐家实力不错 但也仅仅只是 不错而已 要是各方实力联合起来 到时只怕就算是你齐家 也抵挡不住吧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但齐杰依旧一脸平静 丝毫不拒乌罗的威胁 想要灭我齐家 那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他傲然道 乌罗双眼微微一眯 他看出了齐杰的决心 只怕继续威胁 是不会有任何的用处 既然如此 那就好自为之吧 不要因为一件宝物 而把整个齐家都给赔上了 这就不劳道友了 齐杰道 见此一幕 乌罗冷哼一声 也不再多言身影 再度没入乌鸦群中 消失不见 齐杰盯着乌罗离去 这才转身对着方尘等人说道 诸位道友尽管放心 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而等只要专心炼制即可 就算有危险 那些人也不敢对你们如何 毕竟诸位的身份地位 都摆在那里 众人文言暗松口气的同时也是 扬起高傲的头颅 确实 他们都是个行大师 不仅身份尊贵 人脉也是极广 谁敢对他们胡来 那必定会引起众目 好了各位 请入山柱器吧 齐杰道 众人也不在外面逗留 进入天东山中 如象修所言 此山如同一个盆地般 四周高山环绕 只剩下中央位置 空旷如同盆地 而在这里 已经建立出一个辽阔的平台 平台上有着诸多之物 炼炉 炼器台 炼丹台等等皆有 甚至方尘还发现 一处位置有祭坛 很明显是给他这些破咒诗所用 除此之外 在一处角落 有一个简易的传送阵台 正是齐杰所说的 随时可以传送离开的传送阵 突然 外面奇光连连 道道阵法被激发 刹那间天地色变 光幕中闪烁着道道阵纹 将他们彻底地护在此处 也彻底地困在此处 而在里面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近百位成竹妩人 他们实力大半是在问道阵 约有二十位宗师阵 按照齐杰的说法 是给他们打下手的 这时 齐杰开口 不知各位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的话尽管说出来 毕竟接下来的炼器 不容各位再分神了 我没有问题 向修第一个发言 问题早就在那几天解决了 如今宝物在 东西也准备齐全 自然没有问题了 我也没有 在下也没有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方尘也是如此 齐杰见此 既然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开始吧 众人无意义 开始各自的工作 材料齐杰自然都准备好 皆是境外的稀少材料 唯有少量是人境中才有的 望着这些平日 都很难寻到的材料 向修感慨道 齐城主 如今外界对人族 可谓是差不多彻底的封杀 你还能够拿到 如此多的外界材料 让老夫佩服不一样 另外一位炼器师也道 这洛星石 还有这天狗族的稀少灵骨 云来族的千年灵云铁 这些就算是在外域 也极难搞到 没想到齐城主接拿到了 还有这落叶新尘粉 也是外域的稀罕物啊 其他人也纷纷说道 这些东西 几乎在人境中见不到 却没想到 齐杰居然有这般多 齐杰含笑道 尽管外族封锁人境 但和人族交好的种族 还是有不少 从他们手中 拿到一些材料 并不难 只是为了这些材料 我可谓是 耗了三百年光阴 更多耗尽家财啊 说到这 他无奈长叹 众人文言恍然 原来如此 他们也就没有再有怀疑 只有方辰和小琴儿神色平静 并不相信齐杰言语 而除了他们外 向修也是眉头微微一皱 但并没有任何言语 好了各位 我们尽快开始吧 持则生变 齐杰到 众人没有意义 开始练起 练至此宝 需以天东山为炉 需淬炼天然顶胚三十二次 第一次淬炼需锤打三十九十二次 第二次翻倍 以此叠加 每次的淬炼和锤打 都会成倍的增加难度 稍有不慎 就会失败 而一旦失败 那这块巨大的天然顶胚 将会彻底报废 所以 向修一行的六位炼器师 不能有丝毫的意外 否则就以失败告终 作为炼丹师的小琴儿 最为主要的任务 则是淬炼 他的任务同样重要 每一次的淬炼 都需要极为精妙准确 淬炼越发完美的话 对于向修他们来说 锻造也会容易许多 至于俘禄师这些 则是要在顶上刻画 特殊符咒 类似附魔 反而是作为破咒师的 方尘最为容易 只要不让那些 咒力入顶破坏 那就成功 其实每个人的任务 都十分之重 就看最后 谁能够做到完美 而这场铸造 也注定惊险 漫长 却又枯燥 当 当 当 时间匆匆 一天的铸造转眼而过 此刻他们已经来到了 第十五次锤炼 向修尽管满头白发 但力气却是不比 其他的炼器师要弱 而且他的每一次锤打 都极为完美 几乎没有任何的瑕疵 甚至每一次锤 都有道云出现 可谓是完美无瑕 在他的展现中 其余的炼器师 早已是汗流加倍 亚历山大 好在他们也都是 老牌的炼器师 尽管没有像修大师出名 但也算是小有威名 所以 并没有人出现太大的失误 住气也在如期进行 碰 方尘也并不清闲 当第七次淬炼之后 诅咒之力开始出现 一开始 都是一些醉刺的种族之力 他随手一挥 便可将其灭杀 可到现在 哪怕是他也不得不 拿出一件神性战刀 用来砍灭这些诅咒之力 不仅是诅咒之力 甚至还有邪碎 或者是煞气被吸引而来 方尘也将这些东西 全部灭杀 一个不留 但他心中越发肯定 其解锁炼之之物 不是什么好东西 很快 第十六次淬炼开始 此刻小禽儿 早已是汗如雨下 全身被汗水轻湿 将他小有成就的身材 展现出来 当然 这倒是没有引起 太多人的注意 也不是小禽儿不够漂亮 只是每个人 都在专心助气 也就只有方尘最为清闲 可随意观望 砰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一道神威 直冲天际 将夜色照亮 嫡妾 一道怒吼声响起 下一刻 阵法光芒亮到极致 阵纹覆盖整个屏障 密布透风 轰隆 砰 焦战声也在这一刻 瞬间响起 外面大战声 喊杀声不绝于耳 众人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该来的还是来了吗 各位无需分心 继续助气 外面那些萧小之辈 不足微距 更进步到这里来 齐杰神色平静地开口道 众人见齐杰如此淡定 倒也没有继续在意 助气继续 这一助气 又是两天 外面的战斗声并未停止 齐家依靠阵法和敌人 牵制了许久 但对方很明显 实力要更加强大 此刻三重阵法 已经有两重被破 仅剩下一重阵法还在 而他们的助气 才到第26次 还有七次才成功 现在的相修大师 也不再如同之前般淡定自若 他也是汗流加倍 开始心有余力不足 其他人更是不知 都在勉强支撑着 好在齐杰早有准备 拿出诸多恢复丹药 不过 其中有不少丹药 虽然能够迅速恢复 但对肉身有着一些危害 但这些大师还是咬牙服用 毕竟到了这一刻 谁都不想放弃 而经过这么多轮 还能够保持在完美级别的 也就只剩下相修 小琴儿 还有方尘三人了 其他人或多或少出现失误 不过他们也没有因此放弃 毕竟谁都不能保证 三人最后会不会出现失误 方尘背后皱姿道文 爆发璀璨光芒 又是一刀将以邪碎斩杀 他眉头紧锁 感到越加不对劲 这哪里是至宝 只怕是邪宝吧 不然不会吸引 如此之多的邪碎诅咒 但是已至此 如果他出手阻止的话 只会引得众目 何况就算是邪宝也没什么 只要不伤及自己就好 而且对方既然不打算履行承诺 那这一件宝物 完成了最终落到水手 可说不定 他可不是吃亏的主 既然你违背承诺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 他反而越发地期待 宝物能够炼制成功 也不知文宝拿到宝物了没有 方尘暗道 炼制继续进行 当第四天时 终于是来到了第二十九次的淬炼 但对此众人并未欣喜 因为此刻外面最后一重阵法 已经被破 喊杀声连连 很明显 齐家只怕是要坚持不住了 突然 外面有一位齐家长老冲了进来 他满身是血 敌人和自己的血早就 缠活在一起 城主 外面的攻势太凶狠了 我们即将抵挡不住 挡不住也要挡 一向平稳的齐节 突然神色有些猙獰 他喊道 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的抵挡 长老被齐节的模样给吓到 但还是说道 可是 外面已经只剩下三百人了 我们只怕是 就算是死光了 也要挡住 齐节神色冰冷 双眸中 杀意滔天 见此一幕 那长老不敢再说什么 只能点头应目 是 但齐节明白 只怕外面那些人抵挡不住 他只能望向某处位置 可是那里并没有其他人 突然 夏琳传音给了方辰 公子 那里有一道气息很是古怪 不是人族的气息 不是人族的气息味道 方辰心念一动 一族 不是活我 是死的 应该和那些侍女一样 是傀儡 但这些傀儡不擅长伪装 恐怕是用来战斗的 夏琳道 也就在此时 齐节所望的方向 猛然虚空一阵扭曲 下一刻 数百道身影 从中飞出 向着外面冲去 其速度之快 竟然无人能够看清身影 被突然出现的数百道身影给吓到 唯有方辰 依靠神魔灵眼 才看清了这些傀儡 那些都是人形傀儡 但模样略微古怪 有着竖脚属手 如同章鱼般 各位无需惊慌 这是我留下的后手 继续炼制即可 齐节安慰道 众人闻言 这才微微一安 但对于那些身影 倒有几分好奇 不过 齐节似乎并不打算说 他们也就不好多问 而就在傀儡冲出去不久 外面先是惊呼连连 紧接着就是厮杀法宝碰撞声 后又是剧烈的爆炸声响 同时还有凄厉的惨叫 诡异的是 这种声音并未持续太久 很快就小了很多 很明显 是冲出去的傀儡 将敌人给抵挡在外 并逐步逼退 向修等人面面相去 仅仅数百道身影 就抵达住了猛攻 那到底是何方神圣 但齐节自始至终 都没有解释的意思 众人也就只能继续专心住气 时间匆匆 在惊心动魄 下而又险的情况下 他们终于来到了 第三十一次淬炼 此刻数位炼丹师 各个脸色惨白 只有小琴儿的神色好看些许 好在作为炼丹师 他们的精神力足够雄厚 又有齐节所提供的丹药 一时间倒还是能够坚持得住 只要继续维持下去 那这一切 就会按照齐节的预算般 完美成功 可就在此时 一位枯兽的炼丹师 因为一丝的疏忽 导致一处地方出现纰漏 顿时恐怖的能量 从那处缺口喷发而出 枯兽炼丹师顿时一紧 慌乱地想要去堵住缺口 可越是紧急 越是容易出错 那处缺口尽管被他迅速挡住 但其他地方又顾及不暇 终于是轰隆一声 化作一个巨大的缺口出来 而这炼丹师 也被这股恐怖的能量 加热浪冲飞出去 狠狠地撞击在一处山体上 当场晕厥过去 突如其来的一变 让众人脸色大变 特别是齐节紧张万分 快 快挡住缺口 可其他炼丹师都自顾不暇 又哪里有精力 去补下这般打的缺口 而且 缺口因为无人估计已经越来越大 仅存的几位炼丹师 也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给我疯 好在小琴儿出手迅速 立马施展秘书将缺口慢慢缩小 但也因为他动用秘书 脸色瞬间惨白无险 很明显已经即将到达极限 而突变和高度集中精神力 也让他一时开始恍惚起来 压力也是越大 其他人更是不堪 因为枯售炼丹师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导致他们也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我快不行了 谁来帮帮我 一位炼丹师惊恐地喊道 我都自顾不暇了 哪里有时间去管你 我也快不行了 怎么办 他们纷纷喊道 都是一副即将抵挡不住的样子 坚持住 也就只有小琴儿不断地喊着 让众人坚持 七杰望着这一幕交集万分 明明就要成功了 怎么在这个时候出现失误了 他恨不得将那枯售炼丹师 给碎尸万段 但此刻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不断地喊着 让小琴儿他们坚持住 其他人也都焦急 要是小琴儿他们坚持不住 他们之前的努力 也会功亏一篑 两位护卫侍女 担忧地望着小琴儿 相较于宝物 他们更担心小琴儿的安全 方尘眉头一皱 很明显 小琴儿即将抵挡不住 这可不行 他的质宝要是在这里 毁了的话 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我坚持不住了 一位炼丹师绝望地喊道 随即他所负责的顶胚 位置能量瞬间破开 他也如同之前那位一样 直接飞了出去 我也不行了 其他几位炼丹师 也在这一刻彻底失手 纷纷被轰飞出去 如今还在坚持的 也就只有小琴儿一人 但他终究只是一个人 又怎么可能坚持得住 只见他闷哼一声 控制的火焰微微混乱 顿时顶胚微微一颤 宏大的能量 宛如泄气般的气球 向着四周震荡而去 琴琴心中一紧 喊道 给我坚持住 不行了 小琴儿神色惨白地摇头道 我也到极限了 话音落 他无法继续支撑 失去了对淬点的掌控 不 琴姐脸色大变 难道真要失败了 其他人的脸色 也是一变再变 要是真的 顶胚失去掌控 一股恐怖的能量 轰然爆发开来 小琴儿闷哼一声 向后面栽胆去 不过在这危机时刻 一道身影猛然出现在他身后 将他护住 同时对方手指一点 庞大的精神力爆发 将顶胚包裹住 刹那间 本已经开始不稳的顶胚 再度安静下来 怎么可能 小琴儿瞪大着眼睛 满脸不敢置信 能够将顶胚 即从即将崩溃的边缘当中 挽救回来 实力必定在他之上 至少也是八品炼丹师的级别 可这里怎么可能出现 一位八品炼丹师 他转过头 妄想护住自己的人 当看到方尘那张英俊的脸庞时 他呆住了 怎么会是你 他惊呼出声 因为出手之人 竟然是方尘 其他人看到是方尘 也都震惊不已 满脸的不敢置信 竟然是他 我的天 他居然将即将爆炸的顶胚 给震住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必须得精神力十分强大才可 并且对于精神力的掌控 要到极致 他该不会也是炼丹师吧 怎么可能 他这才多少岁 怎么可能是破咒师的同时 还是炼丹师 可这一幕又该如何解释 一人质问 而他的质问 却是将在场所有人都给问住了 是啊 他如果不是炼丹师的话 又怎么可能震得住顶胚 而且 这还是数位炼丹师联合后 都无法镇压的顶胚啊 齐杰也是震惊不已 他没想到 这群人中 竟然还有方尘这般妖孽 不过震惊之后却是大喜 这喜的 不仅是因为方尘控制住了顶胚 更喜是有一位这般的天才在 那他之后的功劳 又要添加一笔进去了 他喊道 方道友 还请坚持住 方尘并未理会他 他看过小琴儿的淬炼之法 所以并没有任何的慌乱 稳住后就开始继续淬炼 甚至他还有空关心一下小琴儿 没事吧 没 没事 小琴儿有些结巴地回答道 随即他问 你也是炼丹师 方尘点头 算是吧 偶尔自己炼炼丹 慢慢也就会了 众人闻言 皆沉默不语 瞧瞧 这是人说的话吗 炼着炼着就会了 你以为是炒菜吗 你极品啊 小琴儿更好奇的是 方尘几品丹师 方尘却是摇头道 不知道 没有去验证过 应该凄品吧 全场再度陷入寂静 都用看怪物的目光 看着方尘 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 方尘松开了小琴儿道 接下来交给我就好 你好好休息吧 就下小琴儿 也算报了之前 他告诉自己 很多情报的恩了 方尘聚精会神 对于能够难住 数位炼丹师的淬炼 对他来说 却是游刃有余 一开始 大家还担心 方尘不知道如何淬炼 会出现什么问题 但看到方尘如此熟练的手法 他们也算是彻底地放下心来 不过很快 这股心安便被打破 因为又有斜碎之力涌入 伴随着的还有咒力 而方尘此刻 再淬炼顶胚 只怕是无法一心二用 对付斜碎 有斜碎和咒力 这该怎么办 要是普通的斜碎咒力 他们还能够轻松解决 但这些可都是被万罗天鼎 吸引过来的 可不普通 没有专业之人 是很难灭杀这些东西 碰 突然 一把神性飞刀突然出现 所过之处 斜碎咒力 尽数被灭 而且神性飞刀的斩杀 极为精妙 对准地皆是斜碎的薄弱之处 见此一幕 众人再度带住 因为出手之人 又是方尘 只见他 一手掌控神性飞刀 一手控制淬炼顶胚 竟然做到了一心二用 寂静 全场一片寂静 就连见多识广的相修等 数位老牌大师 也都惊得嘴巴老大 就插掉到地上了 这 这真的是人 他的精神力 到底强到何种地步 居然能够如此轻松地 一心二用 天才 这简直是绝顶天才 只怕那些天骄阁顶尖大能 也就如此了吧 众人一彩连连 望向方尘的目光 直冒金星 如此天骄日后 必定名震天下 如果此刻攀上关系 那日后 他们或许 也能跟着高升 顿时间 众人心中思绪万千 都等方尘结束淬炼之后攀谈 而方尘也不负众望 第三十一次淬炼 完美成功 向修深深地看了一脸平静的方尘一眼后 喊道 上 几位住气纷纷上去 开始了第三十一次的锻造 而这注定 又需要漫长的时间 当然 尽管漫长 但他们有着极高的容错率 倒不会跟小琴儿他们一样 有一丝失误 就很有可能前功尽弃 众人见方尘退身 正打算前去攀谈时 却见他直接盘坐在地 开始恢复起来 见此一幕 众人也只能作罢 其中也包括小琴儿 小姐 你也赶紧恢复一下吧 两位护卫侍女上前说道 嗯嗯 小琴儿点头 盘坐在地 也开始恢复起来 各位道友 接下来是最后一次的淬炼 还请大家不要松懈 此事半成 我必定不会亏待大家 其间明白 现在很多人都想要结交方尘 但现在是最为关键的时刻 他并不愿意看到任何的意外 众人见其结这般说 也只能先将心中的盘算全部压下 见众人都安静下来 其结心中冷笑不已 暗道 结交 你们还是等到黄泉之后 再和这个方尘结交吧 不过他望了方尘一眼 想了想靠近过去 拿出一瓶丹药 道 方小友 这是八阶灵丹 可以迅速地恢复精神力 并且对自身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方尘睁开眼睛 望向对方片刻含笑点头 多谢城主 其他人都服用过其结给的丹药 他要是不拿 显得有些异类 而且连续拒绝对方好意 只会引得对方怀疑 不过在接过丹药之后 他仔细端倪许久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这才服用下来 对此 其结没有生气 更没有怀疑 反而是微微一笑 如果方尘连检查都没有就服用 那才真的有问题 见方尘服下并开始练化 其结也就不继续逗留 回到了之前的位置 至于丹药到底有没有问题 方尘是可以肯定没有的 如果其结在丹药当中下毒 那只能说他愚蠢至极 毕竟服用丹药时 每个人都会十分戒备 真有问题的话 只会得不偿失 其结在回到原本的位置后 望着逐渐成形的万罗天顶 脸上难以掩饰激动 就要成了 我百年大忌 就要成功了 真主 你看到了吗 他心中歇斯底里地喊着 方尘盘坐在地恢复 不过时刻注意着四周 与此同时 夏琳的声音也再度传来 公子 外面的敌人的攻势 已经被彻底抵挡住了 但那些傀儡 似乎并没有杀人的意思 大多都是以敌党为主 似乎特意留着那些人的命 而且 这里还有着不少的傀儡 实力都在宗师境 方尘文言 神色越发浓重 他大致可以肯定其结的身份 却是疑惑其恋之万罗天顶 到底是为了什么 相信这个结果 很快就能够知道 况且 他嘴角微微上扬 刚刚他出手 控制住不爆炸 可不是出自心善 途中 他在精神力中 隐藏了神魔剑意 并输入顶中 不催动的话 会一直隐秘 一旦催动的话 那就有好戏看了 这让方尘感慨不已 好在有心安安当时 给妖丹自己吸收 让自己的精神力产生变异 想到心安安 他常叹道 我小美人的妖丹 就是好用 看来得给他 准备一些礼物 好提升精神力 等回天灵狱时 才好找他在亲热亲热 他心中暗暴 远在天灵狱 正努力修炼的心安安 猛然打了一个寒战 他耸了耸香间 满脸疑惑 咋有种被坏人盯上的感觉 万罗天鼎淬炼继续 哪怕强如相修 此刻似乎也到了极限 不过这群炼器师中 有两位是他的弟子 在他们三人的配合之下 这第三十一次淬炼 也算是完美结束 他们这才松了口气 紧接着轮到阵法师与符咒师 他们不断在顶上 刻下密密麻麻的纹路 这些纹路极为复杂 很明显 和人族文明没有任何关系 像是异族文明 这些大师尽管对此十分疑惑 但也只以为是上古的一些古文秘法 也就没有在意 等他们刻画完后 方尘这才睁开眼睛 腾空而起 面对着更多的诅咒和邪碎 那把神性战刀依旧凶狠 不让一丝邪咒靠近一分 他再度来到 已经紧差一步 就彻底成型的万罗天鼎面前 准备开始淬炼 不过就在即将动手时 小琴儿也走了过来 他道 这是我的任务 我可不能让你一人忙活 方尘点头 道 那边一起来吧 嗯 小琴儿展颜一笑 二人双手结印 精神力催动汹汹单言 开始最后一次的淬炼 二人这还是第一次联手合作 但他们 就好像是认识许久的老友般 配合起来十分的默契 本该是最为艰难的最后一次淬炼 在二人的联合下 变得游刃有余 方尘也感到十分诧异 他本以为失败过的小琴儿 也就如此 现在看来不是他太菜 而是队友太坑 看来这天南遇 还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如此天骄若是放到九州 只怕是十万年难得一遇的 单道天才吧 而如此天才 自己居然随便就能够遇到 人族不愧是能够争顶的种族 果然强大 可我们仅仅只是争顶 便如此之强 那些 在顶域不知存在多久的种族 只怕会更强吧 方尘心中思索万千 当然 他的炼制并未因此疏忽 神魔剑意 也一点一滴地 通过精神力进入顶中 单火如龙如黄 在万罗天顶的表面穿梭交缠 本来该是每一步的淬炼 都十分危险才是 却跟第一次淬炼般轻松容易 甚至四周众人见此一幕 都开始微微放松起来 只是偶尔看到 方尘淬炼天顶的同时 操控神刀破皱邪一幕 让他们一次次地感到震撼 眼前这个家伙 还真是人 为何如此妖孽 从未听过他的名字 碰 突然 万罗天顶一颤 一道黑红光芒 从其周身爆发而出 显得十分诡异 方尘和小琴儿一惊 连连后退 这些光芒 给他们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眼前之宝 果然是邪宝 不过对此二人 倒也没有十分反感 毕竟人族 可谓有正魔之分 只要能够提升自己的 那便是至宝 奇节文言大喜 如此异象说明 万罗天顶淬炼得十分完美 那接下来的断打成功率 将会更高 向大师 接下来就拜托你们了 他对向修喊道 向修点头 方尘如此耀眼 他这位炼气师 也不能施了威风 诸位 我等炼气师 可不能施了威风 他高声喊道 是 几位炼气师怒吼道 他们一拥而上 也开始了最后一次的铸造 荡 荡 荡 敲打之声响彻山间 蕴含的道运 宛如钟声般 清脆动听 望着这一幕 奇节之道 万罗天顶成了 既然成了 也该下一步了 他望向一旁 始终安静的奇弱性 奇弱性心领神会的点头 退到最后位置 拿出一张传音符 默念几句之后 将其抛向天东山外 天东山外 满地残骸 外面的奇家人 已是大半拼杀光 仅剩下数十位 奇家核心人物还存活 除此之外 还有的便是那数百句 已经有些残破的傀儡 而敌人的尸体更多 满地皆是 更是血流成河 但就算如此 联盟修士依旧很多 乌罗还有另外一位 灵海三重大能 漂浮于虚空当中 眼中满是冷意 奇家一方 大长老 齐天行 冷冷盯着冲来的 联盟修士 丝毫不拒 那数百句傀儡 已经残破不堪 但依旧战力惊人 乌罗眉头紧锁 望向身边 另外一位 灵海大能灵七 此人一身蓝色长衣 可身材矮小 整个人都没如在长衣当中 倒没有灵海大能之气质 反而像是野鬼 漂浮于虚空 乌罗道 这奇家何时懂得傀儡一道了 居然有这么多强悍的傀儡 尽管都只是宗师修为 可一旦击败 就会立马自爆 造成的伤害 可谓是极大 灵七也感到十分诧异 他道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傀儡 不像是我人族的造法 反而像是异族的 会不会是奇节 从外面所购得的傀儡 或者是抢来的 如此一批傀儡 价格必定十分昂贵 他奇家为此次住气 已是倾家荡产 哪里来的钱财资源 乌罗否定道 灵七冷亨 管他如何 这奇家越富越好 倒是也够你我二人去分了 他望向天东山内爆发而出的异象 道 看来那质宝已经即将完成 我们也别再留守 该杀进去了 乌罗也是注意到异象 点头道 也是时候了 动手吧 就在两位灵海精大能准备动手时 齐天行身后 飞出一道传音符 并在他的面前燃烧起来 齐天行心中一动 没有任何犹豫贺道 退回天东山 奇家众人文言 没有丝毫犹豫 纷纷退了回去 但齐天行在临走前 却是控制剩余的傀儡 冲向联盟大军 并直接引爆 联盟修士脸色大变 乌罗和灵七 都未有家族势力 皆为散修 而他们召集而来的人 尽管有一小部分 是他们的弟子 至于其他 则是方臣 有过一面之缘 宇文道和他的枯兽弟子 召集而来 能够聚集如此多的修士 也多亏他的人脉 而这就是他们 想让齐节后悔的方式 只要齐家被灭 从今往后 就再无人敢招惹他 不过 当看到傀儡冲过来 他哪里还有大师的镇定 狼狈地向着后面逃去 同时嘶吼道 快逃 看似人多 但和懂得配合的齐家人面前 却是显得有些弱 若非人数上占据优势 又有两位林海靖大能坐镇 带领的齐家修士给灭杀干净 碰 数百头傀儡的自爆 可谓是声势恐怖 威力巨大 浓烟滚滚 但按有烟无伤的定律 这声势浩大的爆炸 只杀死十余位来不及逃的 周元靖散修而已 其他人最多也就受了一些伤 这可是让本来以为 自己必死无疑的修士 心有余悸 庆幸不已 乌罗也是大感意外 还以为要出手一次 没想到 居然就这点伤害 估计是能量本来就要用光 只剩下这点能量 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灵七道 不过他们 为何突然 让这些傀儡自爆 而且我们似乎有些太顺利了 他眉头紧锁 乌罗不可置否地点头 确实 不过就算齐姐有其他手段 又能如何 除非是灵海中期大能 否则休想留下我们 确实 灵七也是微微心安 走吧 去看看齐姐为我们炼制的 到底是什么至宝 居然准备了这么多年 好 二人商定之后 大手一挥 都跟我进来了 说完 他们二人率先 顿入天东山内 其他修士见此 也纷纷跟上 当 当 入山时 纯粹的锻造声 响彻整个山间 只见天东山中央位置 向修等练气师 正在锻造万罗天顶 每一锤落下 都有恐怖的神威道运 爆发而出 而伴随着他的锻造 万罗天顶周身 不断有漆黑的光环 向着四周震荡而去 仅仅只是锻造的气息 就让罗乌和灵七 神色一变再变 眼眸中的贪婪和火热之意 也越来越浓 气光化环 此乃至宝即将现实的迹象 乌罗激动地说道 此宝尽管无法感应到几间 但绝对不比天品至宝要差 天品法宝 已是神兵之下最强的法宝 哪怕是他们这些灵海精大能手中 最多也就一把天品低阶法宝而已 而眼前的法宝很明显 只怕是不低于天品中阶 向修等人自然也是 察觉到大军袭来 但他们的炼制依旧继 齐杰已经说了 他们只管炼制就行 这些麻烦他会解决 呵呵 齐生主 我们又见面了 人群中的宇文道 和他的弟子站了出来 满脸细血地望着齐杰 齐杰冷冷地盯着他 单单说道 确实好久不见了 宇文大师 可惜的是你似乎站错了队 我站错了队 宇文道文言哈哈大笑 你们齐家都快被我杀光了 你觉得我还站错了队 实话告诉你 这里有一半都是我喊来的人 要怪就只能怪你 不选择我 而选择了那个家伙 他指向正看戏的方尘 方尘见对方望来 面露无奈之色 宇文道恶狠狠道 这小子的实力 哪里有我的强 我的骤道 才是周边摆成最强的存在 既然你齐城主 挑衅我的威严 那齐家也没有必要存在了 还有你小子 枯瘦男子恶狠狠地瞪着方尘 道 你也别想从这里离开 对于自己被两人盯上 方尘很是无奈 不过他也懒得和这两个家伙对线 没有意义 他更加好奇的是 齐杰要如何解决眼前的麻烦 乌罗也在此刻开口 向大师 诸位大师无需担心 这只是我和齐杰的恩怨而已 不管齐杰之前答应你们什么 只要将此宝炼制出来 他答应的 我都会给 他要先稳住向修他们 让他们安心炼制出宝物 向修等人也都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了 只要能够得到他们应得的酬劳 再将宝物 最终会落入谁的手中 他们并不在意 齐杰文言道 乌罗 何必如此呢 乌罗淡淡一笑 齐杰 这可不能怪我 你有好东西 却是不跟我们一起分享 太自私了 就是 灵奇也道 齐城主 我们也算是半个兄弟的交情 以前更是结伴型 入了数次境地寻宝 算是一路成长 一起踏入问道 宗师乃至如今的灵海 可现在呢 你居然背信弃义 有好东西 居然想要独享 他满脸失望地望着齐杰 就好像齐杰做了什么 背叛兄弟的事一样 远处的方尘 看得连连称赞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不要脸的家伙 齐杰道 乌罗 灵七 何必多言 你们不就是 想要我这宝物吗 有勇气就上来拿 乌罗冷笑 怎么 难道你还想催死挣扎不成 救你一位三重镜 你觉得会是我们的对手 刚刚我们在外面 可从未出手 还是巅峰时期 齐杰一笑 说得好 可救我一位三重 可你们为什么不敢上 而且 你们的神识 不断观察天东山内 又在畏惧什么 乌罗和灵七的神色 微微一僵 他们一直在这里 和齐杰说废话 就是感觉在天东山内 只怕是不简单 可是 不管他们如何检查 都发现不少端倪 你真以为 我们怕了 你不撑 乌罗赫道 齐杰神色依旧平静 他道 两位道友 在这里 放狠话是没有用的 至于动手 我劝你们 还是再等等吧 慈宝已经到了尾声 要是因为 你我之间的战斗 而导致失败 那你我的争斗 又有什么意义 不如再等等 等到再建宝物炼制成功了 再决一胜负 岂不是更好 乌罗和灵七互望眼 倒是觉得 齐杰的话也对 他们的战斗 注定会天崩地裂 影响极大 如果波及到向修他们 或者齐杰恼修成怒 那就得不偿失了 等宝物大成再出手 才是最佳选择 也罢 便让你看看 宝物成形后的一眼吧 灵七道 于是乎 场面进入了 异常的寂静之中 双方都盯着向修 等待着他最后一锤的落下 方尘控制着神性宝刀 一边斩杀骤邪 一边向着后边退去 而目光始终落在万罗天顶上 而他的眉头 也是越皱越深 因为宝物越是即将成形 他越感到不安 最奇怪的是 这股不安 竟然和自己的气韵 有着微妙的联系 尽管他在顶中动了手脚 可目前的情况 他是不敢有任何的想法 一旦动用 只怕会被齐杰立马察觉 所以他也只能先干看着 这到底是何物 小琴一直跟在方尘身边 方尘退他也跟着退 两位护卫侍女见此 索性也将方尘保护进来 见方尘眉头紧锁 小琴问道 怎么了 方尘答 这万罗天顶很是古怪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你也感觉到不对劲了 小琴惊讶道 方尘诧异 你也有所察觉 小琴点头 传音道 嗯 我当时动用秘书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 好像是和气韵有关 总觉得这顶要吞噬我的气韵 吞噬气韵 听到此话 方尘越发肯定之前的想法了 不过再也很正常 小琴儿倒是无所谓 吸收气韵的质宝很少见 但确实是有 有些人就是通过这类法宝 提升自身气韵 以此获得天大机缘 有时一些辅助类的质宝 可比一些大杀伤性法宝 更加强手 毕竟法宝始终是外武 自身的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方尘不可置否的点头 小塔跟他之后 也就出手两三次 尽管每次都是惊天动地 但用完之后 他依旧要狼狈逃窜 唯有自身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在顶很明显 是能够大量吸收气韵的宝物 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每个人的气韵强弱 可非命中注定 而是靠拼命夺来 想以此轻松的手段 夺得气韵 就算夺到 也始终不是你的 不过这些 都和我们没有关系 他望向方尘 道 此次你的表现最为亮眼 只怕向修都没有你强 说是第一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不知道那三件宝物 你要选哪一件 方尘很想握紧拳头说 我已经都要了 他已经通过夏林得知 文宝林找到了那三件宝物 只是为了不打草惊蛇 并没有直接夺走 但只要他回去 这三件宝物 就将会是他的了 当然 表面方尘自然不会这般说 而是谦虚道 说笑了 不到最后 谁又能知道呢 还是等宝物 完成之后再说吧 小琴儿以为方尘 这是在谦虚 你倒是谦虚 方尘却是笑而不语 当 当 锤打继续 也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他们明白 当万罗天鼎问世的刹那 将会是大战爆发之刻 这种感觉 让在场的人 都有度日如年之感 场面也是异常寂静 向修已是神色惨白 满脸憔悴 就好像是老了数十岁般 全身的精气神 皆被抽空 好在此刻已经到了结尾 他吐出一口浊气 怒喝道 都给我退开 其他几位练气师 不比向修好看 文言没有丝毫犹豫 纷纷退下 因为接下来 不是他们所能够掺和的 且 向修怒吼一声 背后足有二十枚道文展现 柱 练 画 锤 力 气等等 结合练气有关 最恐怖的是 这里面近八枚 乃是二级道文 下一刻 他手中锯锤从下而上 轰击在万罗日天顶上 同时怒吼 成气 轰隆 万罗天顶爆发出一道璀璨的红光 直冲天际 嗡嗡嗡 虚空当中 一道深沉悠长的嗡鸣声 也在此刻响起 宛如是那道红光 敲响天地 此乃大气之音 大气之音 乌罗和灵漆听到这声音 顿时面露兴奋 大气之音 说明 此宝得到天地认可 有成就神兵之能 齐杰也是大喜不已 他没想到 向修他们 居然能够将万罗天顶锻造如此 在他的预算中 能达到天品 便已经心满意足 方尘却是眉头一皱 神莫灵眼死死地盯着 被黑盲包裹的万罗天顶 望着上面若隐若现的 意足纹路 他心中生出一股不安感 可是 哪怕这是邪气 也不应该让他产生这种感觉才是 毕竟他修得可有魔之一道 而魔道本来就算不上是什么好东西 哈哈 乌罗狂笑地望着齐杰 道 齐杰啊 还真是要感谢你 为我们炼制了如此至宝 你这份大礼我收了 还有你的城池 我们也收了 灵气也是狂笑不已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收下了 齐杰笑容依旧 细血地盯着乌罗 灵气他们 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这万罗天顶 还不算真正地完成 他道 没有完成 乌罗等人一愣 望着依旧爆发着 惊人异象的万罗天顶 很明显 这已经是弃成的模样 哪里还没有真正完成 灵气却是冷笑道 齐杰 别再故弄玄虚了 你以为想要用这种说法 来骗我们二人 痴心妄想 乌罗也是反应过来 冷哼道 灵气 别跟他废话了 既然法宝已经铸成 那就将它得解决 此宝就是你我的了 齐杰笑容依旧 只有一件宝物 你们又要如何去分 乌罗闻言点头 确实 只有一件该怎么分 那自然是我的 你拿什么和我别 灵气冷哼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合我争 若非是我 你能知道这个地方 狗屁 众人诧异地望着这一幕 这两位大能 就这一般被挑拨离间了 可就在众人 都认为有变数时 准备大打出手的灵气和乌罗 却是同时狂笑了起来 哈哈 他们细血地盯着齐杰 就像是在看小丑盘 你不会真以为 我们会就此大打出手 自相残杀 哼 是不是心中窃喜 以为你的手段成功了 还真以为 这般就能够挑拨离间 愚蠢至极 二人嘲讽之意满满 众人恍然 原来这两位大能 是在耍齐杰 但齐杰脸上的笑容始终在 他长叹一声 道 没想到你们两个蠢货不上当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也就不陪你们玩了 说完 他手掌间亮起一道纹路 蔓延整只手臂 紧接着咔嚓一声 手臂掉落 掉落后的手臂 如同机关般疯狂地变化着 紧紧三息 就变化成一个 如同婴儿的模样 婴儿全身惨白干枯 就好像死去很久一样 但他的双眸却是血红 脸上洋溢着 圣人的笑容 众人皆是一睁 这是什么东西 傀儡 远处的方尘 通过神魔灵眼 一眼看出 傀儡 一旁的小琴 诧异地望着方尘 道 这活灵活现的婴儿 怎么可能是傀儡 其他人也都看不出 婴儿是傀儡 十分诧异 方尘为何能够看出来 但方尘沉默不语 并未解释 齐杰倒是饶有兴趣地望着方尘 道 道友倒是眼力极好 这确实是傀儡 傀儡 灵奇冷笑 啊 齐杰 你该不会是想用这傀儡 来对付我们吧 人族中最强的傀儡 也仅仅只是 灵海一二重的实力 你觉得这傀儡 能够救你一命吗 乌罗满脸嘲讽之意 齐杰冷笑 低贱的人族 此乃真主赐予我的血傀儡 以我之躯寄养此傀儡 真主 灵奇满脸疑惑 这真主是谁 血傀儡 乌罗却是意识到了什么 死死地盯着那个婴儿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喊道 金傀卒 此话一出 全场惊呼声连连 金傀卒 那不是人族的死敌吗 为什么齐城主 懂得血傀儡之法 这不应该啊 你们傻吗 他有此傀儡 那就说明他已经投靠了义族 是叛徒 什么 齐城主是叛徒 众人此刻才纷纷反应过来 不敢置信地望着齐杰 齐杰成为驻州城主 约有三千年的时间 这些年来 他一直都十分低调 兢兢业业地管理着城池 而且 为人十分和善 广交好友 从未有人怀疑过他 会有背叛人族的一天 而且 这里是天南狱的外围区域 离战场极远 义族想要将手伸到这里来 十分困难 但对方不仅成功了 而且还策反一位 林海靖三重大能 别说是他们 就算是齐家众人 也都十分震惊 满脸地不敢置信 也就只有齐弱性 齐天行 似五位齐家最为核心人物 一脸平静 早已知晓一切 像修神色倒算得上平静 似乎早已有猜测 而小琴儿 则是一脸震惊地望着方尘 眼中光芒闪烁 他想起半路上 方尘传音问他的话 其话题正是和傀儡有关 你早就怀疑齐家和金葵族有关了 他忍不住问道 方尘点头 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从一开始就怀疑了 方尘答 小琴儿越发震撼 方尘则是继续回答 他让服侍我们的侍女便是傀儡 我发现之后就感觉到有些古怪 可也没有多想 以为对方擅长傀儡一道 但当听你说金葵族后 就觉得只怕没有那么简单了 小琴儿望着方尘 满脸崇拜 在城主府中 他可是一点异常都没有感觉到 但方尘却早已猜出来了 对了 之前他还让傀儡打扮成了你的模样 来试探过我 方尘又道 小琴儿震撼不已 换做是他的话 只怕被对方给卖了 还在给对方数钱吧 他很好奇 眼前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家伙 是如何发现的 又如何做到如此谨慎 他经历过什么 可发现异常 你为什么不离开 他又问道 方尘苦笑 道 你觉得对方会让我走吗 小琴儿顿时语色 只怕方尘提出离开 下一刻就会被对方直接抹杀吧 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这句话 深入每一位强者的心中 你居然背叛人族 投靠金魁族 乌罗怒吼道 这可是要灭九族的大罪 奇杰 你真是找死 哈哈 奇杰狂笑依旧 哦 活着不断强大 才是硬道理 我这具身体的天赋 能够修到这里 已经是尽头了 想要更进一步 那就必须摆脱 这具身体的极限 真主已经答应我了 只要能够将人族的弃运 夺取一部分 就会帮我的身体 改造成傀儡 拥有着生灵没有的天赋 更无瓶颈 夺取人族弃运 一直眉头紧锁 思索着什么的向修 突然恍然大悟 我终于明白 这个顶是什么了 这哪里是什么万罗天顶 而是夺运顶 只要在一个地方诞生 便能够悄无声息地 夺取此处所有弃运 向修死死地盯着奇杰 道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这是让人族 坠入万丈深渊 人族如今正在征顶 其强大的弃运 便是其依仗 能否登顶弃运 也是十分重要 如果真被夺了部分弃运 虽然无法伤到根基 但也是急伤的 他在锻造万罗天顶时 便感觉到此顶 有古怪之处 但只负责锻造的他 不可能凭借那一部分 就猜出此顶来 更没有想到 奇杰居然会做出 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 人族一旦登顶失败 很有可能面临的 就是灭亡的结果 关我什么事 奇杰不以为意 人族争顶 还不知道多久 就算最终败了 又关我何事 我只要自己强大就够了 你这个疯子 我居然为你炼制 如此恶毒的法宝 不行 我要将它给毁了 相修手中大锤在线 背后道文纷纷出现 向着推运顶冲去 想要将它砸碎 哼哼 相大师 你是在搞笑吗 奇杰丝毫不动 但他脚下的血因傀儡 却已不知所踪 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 血因傀儡 已经来到相修身下 相修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 血因傀儡 化作一道谢光 下一刻 相修拿着武器的手 瞬间飞起 大锤也落地 啊 相修惨叫一声飞了出去 狠狠栽倒在地 当场晕厥 而这一幕 仅仅发生在一瞬间 众人皆是没有反应过来 灵海中 乌罗和灵七 脸色大变 这血因傀儡出手的刹那 他们就感应到此物实力 走 二人没有任何犹豫 向着山外遁去 灵海境中期 是他们无法对抗的存在 哪怕对方只是一具傀儡 也同样如此 灵海境的一个小境界 都足够让人感到绝望 逃 你觉得 你们还逃得了吗 其间宁笑 下一刻 四周天地色变 一道血雾迅速升空瞬间 将整个天东山笼罩其中 乌罗和灵七 爆发神通 轰击在血雾之上 血雾微微散开 但依旧无法完全散掉 二人满脸绝望 就算是他们全力以赴 只怕也要实习才能完全破开 而这点时间 血因傀儡 已经能够将他们抹杀了 华英洛 血因傀儡 已经杀到跟前 一起出手 全力以赴 不然的话 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乌罗道 好 灵七重重点头 二人纷纷施展神通 乌罗全身乌鸦包裹 向着四周迅速蔓延 灵七手握长边 挥动间大道之威爆发 化作刀刀长龙 同样将自己包裹其中 同时 二人也拿出自己的法宝 俘虏等等护在身前 杀了他们 七节忧冷的声音响起 血因傀儡心红的双眸闪动 化作一道血光 向着二人急速顿去 乌罗和灵七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纷纷爆发神通 想将血因傀儡拦下 只见无数乌鸦和无数鞭龙 向着血因傀儡冲去 但对此血因傀儡 却是不躲不闪 任由乌鸦鞭龙冲向自己 紧接着 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足以灭杀一切的乌鸦和鞭龙 遇到血因傀儡 宛如豆腐般 碰之极碎 竟然连抵挡片刻的能力都没有 乌罗和灵七 也是脸色大变 不敢有任何保留 一人将手中俘虏丢出 另外一人将手中之物丢出 那是一个古怪的小盒子 当出来的刹那瞬间变大 化作三个巨大的鬼门抵挡在前 而乌罗的符炉飞出去后 立马化作一头高阶朱雀 这竟然是一张 可以抹杀灵海境前妻的符炉 如此之物可是极为昂贵 但面对死亡危险 他没有丝毫犹豫地用了出来 齐杰对此冷笑依旧 碰 朱雀与血因傀儡 瞬间碰撞在了一起 但让乌罗感到绝望的是 自己的一大底牌 朱雀俘虏在触碰到血因傀儡的刹那 竟然被他一口直接吞下 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 乌罗满脸绝望 而吞下朱雀血因傀儡目光 锁定三道鬼门 大口缓缓张开 直接裂到了后脑勺 一股恐怖的朱雀之力 疯狂聚集 砰的一声 化作一道光柱 冲向三道鬼门 砰 第一道鬼门连抵挡片刻的能力都没有 就直接化为虚无 第二道同样如此 唯有第三道鬼门 抵挡住了一息时间 但也被这道攻击轰然攻破 砰 乌罗和灵七被攻击轰飞出去 好在二人反应迅速 连忙施展顿法 乌罗化作无数乌鸦 向四周飞去 而灵七则是化作苍龙 都惊险万分地躲闪过去 但还未等二人庆幸 血因傀儡突然从原地消失不见 还未等他人反应过来 他大口一张 直接咬住化为苍龙的灵七 不仅如此 血因的双手化为利剑 不断地刺入苍老的肉身中 剑又一剑 剑刃上的刀刺不断地将血肉带出 啊 顿时惨叫声响彻整个天东山 看得众人头皮发麻 灵七疯狂地施展神通 想要将血因傀儡给震下来 但血因傀儡如同狗皮膏药 怎么甩都甩不下来 直到苍龙的身体被硬生生地割断 灵七扑通一声 直接栽倒在地上变回真身 一带灵海镜三重大能 居然就这般陨落 可是让人惊恐的是 灵七的真身也被拦腰斩断 倒地后还没有多久 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同时 他的血液也开始不断流出 这可不能浪费了 齐杰连忙双手结印 落在吞运顶上 吞运顶顿时光芒闪动 纹路也在此刻缓缓亮起 俘虏师望着这些纹路 咬牙切齿 原来之前这些古纹 是被切割成数个 怪不得我居然没有看出来 真是藏得好深 如果是完整的纹路 那他绝对能够发现得了端倪 但齐杰却是将他分割排放 哪怕是见多识广 也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发现端倪 现在 他倒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但已经晚了 纹路融合 迅速地连接在了一起 刹那间 整个大顶不断地闪耀着 暗暗的红黑光芒 顿时灵七的血液被其引来 进入顶中 吞运顶并不需要认主 只要开启 便能够吞噬此处弃雨 当然 开启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足够多的此足人命 当大顶彻底亮起 是彻底开启 齐杰细写地望着 惊恐万分的宇文道 你真以为我之前 不知道你的小动作 我就是要利用你的人脉 为我引来足够多的修士 供我开启吞运顶 宇文道脸色惨白 他没想到 自己所做的一切 皆在齐杰的计划当中 而那些修士 更是满脸绝望 他们听清楚了 自己只不过是 齐杰引来的 开启大顶的养料而已 扑通 突然 宇文道跪倒在地 祈求道 骑成主 看在我做那么多的面子上 能不能别杀我 我可以投靠金魁族的 愿意做金魁族的走狗 我的咒道 你是知道的 很强的 宇文道 是你把我们害成这样 还想投靠 若非因为你 我们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你害死了我们 他们纷纷指责宇文道 恨不得将他大卸八块 闭嘴 宇文道嘶吼道 是你们自己屁颠屁颠跟来的 怪得了我 你们这群家伙 就这么点失恋 还想灭齐家奋一杯羹 痴心妄想 他道 你怎么能这般说 我们都是 看在你的面子上 没错 你必须为我们负责 复杂 那些散修恶狠狠地 瞪着宇文道 大有出手将他灭杀的打算 哈哈 齐杰望着这一幕 哈哈大笑 这就是人族 在死亡面前 不会齐心协力 只会互相指责 如此的种族还想争顶 简直是痴心妄想 突然 他又望向虚空当中某处 淡淡说道 另外 剩下的三位道友 你们还想要隐藏到什么时候 不过他所望去的虚空依旧平静 并没有任何动静 齐杰冷笑 道 当你们踏入天东山时 我就已经察觉 真以为偷偷躲着 就能够渔翁得利 下一刻 他手一挥 血鹰 上 话音落 血鹰傀儡 双眸星红再闪 化作一道顿光 向着虚空某处而去 碰 下一刻 那处虚空扭曲 三道身影从中闪出 两女一男 两位领海进二重 一位领海进三重 齐道友 你别误会 我们只是旁观 没有出手的打算 一位中年妇女 连忙说道 事于家义 卓宗主 另外两位是立官主 和杨前辈 没想到他们居然都来了 三人的出现 立马就被众人认出 毕竟他们 是附近百城文明的 领海进大能 只是这三位 在这几年中 陆陆续续对外 声称出门历练 已经七八年 没有出现了 居然会在这里 齐杰哈哈大笑 啊 你们真以为 能够瞒得过我 数年前 你等三人 就已经联合在了一起 并陆陆续续离开 想要让我放松警惕 你从一开始 就怀疑我们 不可能 你是怎么猜到的 于家义不相信 齐杰从一开始 就怀疑到他们身上 除非 难道 我们身边有你的人 他意识到了这种可能 齐杰哈哈一笑 打了一个响指 道 恭喜你 答对了 下一刻 联盟修士中 猛然有几人挥动 手中法宝 将身边没有反应过来的修士 斩杀当场 那些人甚至连惨叫声 都没来得及喊出来 就这般死得不明不白 这几人也未等 其他人反应过来 身形迅速闪动 来到齐弱性身旁 于家义他们望向 那些突然出手的人 满脸都不敢置信 云姓怎么是你 若红 于心侄子 你在做什么 这些人 既是他们的轻信之人 尽管实力不强 但很久前就跟着他们 不应该背叛才对 不对 你不是云姓 你也不是若红 不过很快他们发现 三人都不对劲 三人双眸无神 不像是人 反而像是傀儡 傀儡 他们什么时候 被你给炼制成傀儡了 于家义震惊道 哈哈 齐杰哈哈大笑 这几句傀儡 可是我的得意之作 是不是很震惊 其实只要你们仔细观察 有可能发现 但你们只会对自己上心 又岂会在意这些人的死活 哪怕清醒也是如此 于家义三人 脸色难看至极 他们怎么说 也是一方大能 居然连对方在自己身边 动手脚还不知 最重要的是 他们以为将齐杰拿捏得死死的 却没想到 被拿捏死的是 他们自己 各位 别再和他废话 一起联手 将那血阴傀儡给灭了 否则今天 我们都要栽在这里 乌罗道 于家义三人自然也明白这一点 可要灭杀一位灵海中期强者 又岂是那般容易 但现在不管如何 都要拼上一拼了 于家义喊道 你们上 我来协助你们 华英洛 他的手中 多出一座九层琉璃塔 同时背后 二十五枚道文展现而出 尽管大半是一级 少数是二级 但已经十分了得 要知道 大部分修士 都只会修炼自己体内的主修道文 其他道文 皆看机缘 乌罗三人自然明白 于家义擅长辅助增益 所以 并没有人反驳他的话 各个拿出至宝 杀相正轻蔑 看着他们的血因傀儡 奇节见此 缓缓摇头冷笑道 愚蠢 到了此等境界 人数优势 又算得了什么 他又望向天东外 外面还有几个老不死的 可惜他们太过谨慎 并不愿意进来 不过这些人的血也是 足够开启吞运顶了 话音落 双方碰撞在了一起 碰 先是一声巨大的声响 紧接着 三人与异音战斗在了一起 于家义手中 九层琉璃塔光芒流转 顿时间 乌罗三人头顶出现一座小塔虚影 他们顿时身躯一颤 感觉到自己的实力 顿速 反应都提升了不少 尽管不够他们和领海中期大能一战 但血因傀儡 想要斩杀他们 也没那般容易 三人大喜 各个施展神通 轰向血因傀儡 碰 轰隆 强悍的神通 宛如暴雨般 席向血因傀儡 血因傀儡化作血盾 疯狂地在神通当中穿梭躲闪 可是乌罗三人达到如此境界 战斗经验十分丰富 就算是第一次联手 三人的配合也是十分默契 一人吸引 另外二人在血因的必经之路上攻击 刹那间天东山中天崩地裂 地动山摇 那些低阶修士连连后退 如此级别的大战 哪怕是鱼波 也能够将它们抹杀当场 好在天东山内极大 它们纷纷退到血污外围 这才保住了性命 但就算如此 有一些倒霉蛋 依旧逃不了此间 血因躲闪而过的神通 像一些倒霉蛋飞去 那些人连抵挡的勇气都没有 就被神通攻击中 当场陨落 当然 它们的鲜血奇节并未浪费 纷纷被吸入吞运顶中 顿时吞运顶的光芒越发闪耀 但想要彻底开启 还需要大量的人命 不过 齐杰似乎并不着急 平静地望着血因傀儡 和乌罗它们之间的大战 碰 不得不说 乌罗四人的配合极为了得 哪怕是顿数极快的血因傀儡 最终也无法躲闪而过 被乌罗的一招乌镜压击中 刹那间 无尽的乌鸦 将血因傀儡 给吞噬在虚空当中 众人大喜 成功了 哈哈 这一招中蕴含着强大的大道之威 就连天品法宝 也很难抵挡住 这血因傀儡 就算不死也得残 乌罗兴奋地喊道 只要让傀儡受伤 那此战 他们就剩了一半 因为受伤的傀儡 很难对他们造成致命伤害 如此 他们就有时间破开血污 逃出天洞山 只要逃出天洞山 并将这个消息传出去 自然有大能出手灭杀其间 叛族可是需要灭九州的 就在他觉得自己 终于是立于不败之地时 一道血丝 悄无声息地 从黑鸭当中遁出 乌罗竟然没有发现 小心 方尘心中一紧 连忙提醒道 可是提醒已经为时已晚 当乌罗反应过来时 血丝已经近在眼前 他只能将头扭向右侧 血丝从他右侧而过 却是直接洞穿了他的耳朵 顿时耳朵当中开始出现血丝 并且迅速向体内蔓延而去 乌罗察觉到这一点 手指为剑 将耳朵和大半块 被血丝入侵的血肉 直接割下 连连后退 这才躲过一劫 可还未等他喘口气 无数血丝 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 将他退路进风 完了 乌罗满脸绝望 连反抗的欲望都没有 刚刚那一道 血丝他已经清楚地感应到威力 哪怕是他身上最强的防御法宝 也无法挡住血丝的洞穿 林海初与林海中 果然是天壤之别 人多也无用 他惨笑一声 随即被血丝洞穿全身 当场殒命 就连瑜伽一几人也没有反应过来 更别说出手相救 他们望着被定在虚空 不断被吞噬血液的乌罗 满脸绝望 乌罗算是他们之中最强的 却连血因傀儡的一招都抵挡不住 这就是林海境中期吗 让人绝望 厉害 就连方尘也忍不住感慨 林海境的大战果然激烈 之前他遇到的林海境大能 压根不是眼前这些能够比的 这不仅仅是境界 还有是神通战斗方式等等 怪不得他们都喊九州修士为土著 我们的神通实力 在他们面前确实跟土著一样 只怕是九州第一林海境的照片凡来了 也只是林海境中的墨流 只有成为绝顶天骄的垫脚石 他心中暗暴 之前他觉得自己 至少能够击败林海境一重 占二重不是问题 但天南狱的林海境大能比九州 乃至天灵狱实力都要高上一个层次 按照他的估计 最多也就是和林海境大能平分秋色 至于击败乃至击杀 只能说无无可能 你在干嘛呢 现在可不是观战的时候 再看下去 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一旁的小琴儿 看到方尘居然观战起来 而且还看得津津有味的模样 焦急地喊道 他现在疯狂地在想着 如何逃脱出去 这家伙倒好 好像是来看戏的 不仅是他们着急 其他人同样着急 可是在血物屏障 连林海境大能都需要实习的时间 才能够破开 更何况是他们这些蝼蚁 方尘瞥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急什么 林海境的大战可是很难看到 好好看看 或许对于你的修炼 有着极大的用处 其他不说 至少能够抵上一两年的苦修 小琴儿见他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气不打一出来 正想要说些什么时 后面的侍女护卫 却是传音提醒 小姐 她如此淡定 绝对不是放弃希望了 或许她有办法逃出去 也说不定 小琴儿一愣 随即意识到 方尘从一开始 就怀疑其家有问题 如此聪慧的她 又岂会没有留下后手 想到再 她眨巴着大眼睛 靠近方尘几分传音问道 方尘 你是不是有办法逃脱了 方尘没有承认 但也没有否认 小琴儿见此 更加肯定 方尘必定有办法逃离 于是 她又靠近几分 用香肩蹭了蹭方尘手臂 娇声娇气地传音道 方哥哥方尘打了个冷战 白了她一眼 道 别拿你的搓衣板 给我洗衣服 小琴儿尽管长相惊艳 但身材并不完美 当然 也没有到搓衣板的地步 但在方尘认识的美人中 确实算是最小的 赵师迈都要比她的大 搓衣板 小琴儿一愣 不懂此话含义 身后的护卫侍女冷不丁道 小姐 她说你熊小 小琴儿下意识望着自己的 望宰小馒头 顿时羞怒不已 你 她正要骂街 方尘道 想活命就闭嘴 小琴儿知道 方尘这是答应救下他们了 可就算如此她 还是很生气 但为了活命 也只能忍着了 你要怎么逃出去 她问 方尘道 待在这里就行了 我会带你们走的 见方尘如此自信 小琴儿尽管怀疑 但也没有所问 现在 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也就只能选择相信方尘了 而方尘依旧目不转睛地 望着林海静之间 是大战 就好像她就是来观战修炼的一样 和四周那些岌岌可畏的人比 显得十分的格格不入 身旁是小琴儿 都无语了 她还是第一次见这般的修炼狂魔 不过失去了乌罗 于家义其他三人 自然更加抵挡不住 他们仅仅坚持实习而已 就被血因傀儡 依靠血丝抹杀二人 只剩下于家义一人而已 这些林海静大能的血 皆被收入顶中 吞运顶光芒越大闪耀 已经亮起一半 扑通 于家义坐跪在地 满脸苍白和绝望 她哀求地望向七街道 其道友 求求你别杀我 我可以做你的信奴 只要你能 可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血因傀儡咬住驳港 血因傀儡 疯狂地吸食着她的血肉 于家义十分痛苦 却又反抗不得 最终在这种痛苦中殒命 至此 五位林海静强者 尽数殒落于此 城主 家主 他们带来的修饰痛苦万分 但更多的是恐惧 因为血因傀儡 已经忘了过来 七街宁笑道 该轮到你们了 不是人族的气息味道 方